谈到成者 天之道 成之者 人之道 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分开成两个领域 但是两个领域它还是要合成一个整体 我们常常讲哲学它有三点特色 第一个是澄清概念 所以你学中庸你就要知道中庸在说什么 那么中庸是一本书 它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然后你学到成你就要分清楚成到底是什么 至成名为之姓 至名成为之教 凡是提到天明智慧性的 后面讲什么为之什么都在下定义 所以像中庸这本哲学书 很多书也都有类似的做法 天明智慧性 它先说清楚 否则你后面跟我谈什么姓道跟教 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这澄清概念是一个哲学系统第一步 你概念没有澄清的话 你根本不能思考 或是思考起来前后恐怕不太统一 第二个就是要设定判准 我现在判断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 那这个标准何在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这也是一个标准 就君子一定会走中庸的路 小人就反其道而行 那么在分辨的时候 他就要说明 君子的中庸是君子而时钟 在适当的时机做正确的事 那小人的反中庸是无忌惮 没有任何顾忌 所以他以这个也可以来分 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 所以像同学们都属于君子 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那如果你好无顾忌 像有些人胡作非为 天不怕地不怕 那就典型的小人 在大学里面提到小人的时候 用四个字 无所不治太可怕了 你不要给他机会 给他任何机会 他都不会错过来做坏事 所以在大学中庸这些 发展儒家思想的书里面 这种标准非常明确 那么他后面就提到说 天下自成 这个就比较难以掌握了 到底怎么样叫做 全天下最真诚的人 那么你看他后面的作用表现 往往是指天子 所以他前面才要介绍到周公 文王武王 这些古代的圣王 以他们作为一个典型 你才能够去发展 但是问题是 这种书为什么让我们念呢 我们又不是圣王 我们今天念这个书 是因为它是经典 同时它不见得 只是谈到圣王那一部分 谈到人生的正确的途径 我们一般人当然可以学习 就好像我们在谈到老子的时候 很喜欢强调 老子里面的主要的角色是圣人 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 统治百姓的 那我今天念老子统治谁啊 统治自己 所以你学到家的时候呢 就跟以前的时代的背景 社会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你说那我干嘛学老子呢 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百姓嘛 是所谓的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我们就是被当作除狗的百姓啊 那我学那个圣人 学得也没用啊 你不要那样想 有些地方你学的确实没用 因为它是针对统治者的一个作为来说的 但是你可以转个弯啊 说今天是自由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要管理自己的生命 就这个意义来说的话 我如果误到的话 我统治我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能管理好的话 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它成就感呢也非常明确 所以后面庄子的思想 就比较不偏重统治者 而偏重你每一个人啊 是否能够自在逍遥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是 刀鸭思想的发展 所以你今天念古代的经典的时候 你不能忽略它 大概是什么时代的一个作品 否则的话古代的社会啊 它的作品是反映一个时代的特色 是否能求末顶 那么再去吧 今天还有人会让我感觉 我感觉和我感觉 今天已经有30分钟 也整个人会 感觉和我的事情 然后我感觉和我感觉 就是你的这是 有三位 你